印尼宇轧 主持人 刘仁宇轧 你也可以 赵亭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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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苏董 都是宁总让我们干的 宁赵雄是他的父亲 我是他的丈夫 今天人我带走了 动一下试试看 上车 没事了 有我在 你好久没有这么温柔地跟我说话了 要不要不接电话 是他们逼我关机 不让我打给你的 你怎么会来啊 我是在 总之 你没事就好 那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我家 你家现在太危险了 我先送你回去 拿行李 你睡主卧吧 这个家还没别人来过 我给你找件换写的衣服 在楼上 跟我过来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我们就说正事儿吧 签了吧 签了吧 连自己的名声都可以毁掉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这个人 最不在乎的就是名声了 不过 不过更何况有人替我爱骂呢 至于你 你的一切本来就是我的 现在只不过是不归原主了而已 那你做过的那些孽 害过的那些人呢 那些孽 是宁墨尘做的 他不属于百里 我劝你呢 还是乖乖签了吧 要不然 不管是苏语 还是茶茶 所有你珍惜的东西 我都会想办法把它们捏碎 宁墨尘 那我先去 那你怎么把你家人听着 你赶紫尘 不得 不是 你别认识 我 你 有 可能 我 走 我 我要 你 坐下来 听听她到底是要说什么 关于这件事 我不会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 在她离世之前 我理应去见她一面 对不起 命小姐居然也会道歉 怎么 是被舆论攻击怕了吗 打算怎么收买我呢吧 是想威逼 还是利诱啊 我只是希望 还思着一个安宁 通过认错和自省 让她的家人得到宽慰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 如果你需要我赔偿 请今晚开口 命抹尘 那是一条人命 死的人是我哥哥 你是觉得钱能够解决一切事情是吗 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 不管你提什么样的要求 我都可以配合你 公开道歉也好 金钱赔偿也好 我想要的 就是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怎么还没被送去精神病院 苏鱼救了我 没想到吧 过街老鼠 谁人喊打的滋味如何 这儿风景这么好 我在这儿住得很开心 都躲到乡下来了 嘴还是这么硬 那你呢 目的都达到了 怎么看起来还是不太开心啊 是不是发现报完仇之后 还是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快乐跟满足 反而更空虚了 你别自以为是 你以为你很懂我 我很感谢你 托你的福 我总算是摆脱了宁家 做回了自己 是吗 好啊 那么不妨 继续啊 宁小姐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夺回了宁美 你能不能 把我的手镯还给我啊 这些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 宁小姐要了我的手镯 她说 只要我帮她做成一件事 她就会还给我 对不起啊 苏鱼 我没有保管好你送我的东西 你嫁祸得倒是挺快的 但你胡说 也要动动脑子吧 我为什么要让你 去帮我把宁朝雄搞下台 我自己不行吗 我也很奇怪是为什么 可能 可能 可能是你觉得 想让宋玉误会我 觉得我利欲熏心 用她送我的东西 夺回宁美董事长的位置吧 不 莫晨 雪姬和宁朝雄无言无仇 她为什么这么做 我记得 你之前跟我说过 你想让宁朝雄 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 而且这次背后推手是阳光 她也是你的 苏鱼 这件事没办法用常理去解释 就像我之前说的 相信你自己的感觉 你自己的感觉 宁董事长 你想不想 保住宁美呢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要你宁朝雄 立刻 马上 从你的董事长位置滚下来 你 你说什么 宁朝雄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 宁美是怎么起家的 你心里非常清楚 你是靠剽窃昔日搭档的鲜血 建立宁美 然后又吸血前妻稳固根基 你给我闭嘴 我说错了吗 你当初是怎么抛弃你前妻的 难道你忘了吗 你 你妈 是怎么上位的 又是怎么被 赢家赶出来的 你也忘了 竟然跟陈灵相处得这么好 真可笑 对了 不过你的树上 也没结什么好果 你的两个女儿 一个是草包 一个是 疯子 你胡说八道 你连家都管不合 那你凭什么在这里管理宁美 保安 宁总 你冷静点 如果您执意 在董事长的位置上 不退下来的话 那就抱歉了 只能当着在场股东的面 来揭穿你了 你什么意思 经过我们多方查证 你在老家亲戚那边的账户 和资产都很不寻常 想必是借着宁美董事长的名义 私下做了不少事情了 而且似乎您太太陈琳 和股东之一的宁墨系 也参与其中 这如果曝光出来 对于宁美来说 可是灭顶之灾吧 宁董事长 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是想自己主动退位 还是我将证据 曝光出来 你是想当个穷光蛋 还是想体面地离开 你自己决定 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